3月23日上午 中共中央舉行新聞發部會 介紹中共成立百年慶祝活動有關情況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傅新國在會上表示 截至2019年12月 全國共有黨員9191.4萬名 針對9191.4這個數字 有推特網民說 班石頭砸腳的那種真攔不住 記得91914這個數被抿了 又放出來了 也有不少網民說 中共就咬就要死了 這些網民這麼說 都是他們自討的 因為他們害了這麼多人 本來我都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訪民啊 這麼多傻呀 老百姓生冤生不了啊 走哪裡去被限制啊 就是沒人權 網民把它調侃為就要就要死 這既是民意 也是天意 從民意的角度來講 中共窃國70年 老百姓對他已經深入統局 他的倒行律師 他的屠殺超過8000萬中國人 他的好取掠奪 他的改革開放成了搶劫分章 這些呢 都是中國人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所以中共公佈他的黨員人數 大家就是揍他 中共趕快滅亡 中國問題研究學者薛馳表示 從天意角度看 獨裁政權都有一個七十大限的問題 和一個承住壞滅的過程 中共在1999年鎮壓法輪功之後就進入了滅亡階段 而三退大潮標誌著中共必然滅亡 他有一個承住幻滅的過程 中共在89年搞六四大廚殺 在99年搞鎮壓法輪功 9年之後 中共就已經進入了滅亡的狀態 現在全球超過3億多人三退退出中共 及其附屬的共青團燒行隊 那麼中共走入了必然滅亡的階段 所以這一次網民把91914做了 中共救藥救藥死 可以說是非常準確的 《大紀元時報》2004年11月推出系列剖析 中共邪惡本質的九評社論 指出中共是一個反人類、反宇宙的邪惡組織 由此掀起了三退大潮 至今在大紀元網站聲明三退的人數 已經超過3億7400萬人 新唐人記者長春、陳傑、中原採訪報導